今後來到立法院 立法委員政天才 在會院執行行政院長毛治國時 要求行政院要快速地完成 花東地區的交通基礎建設 如果按照以前的評比機制 要40萬以下才可以提報 提報之後 評比要改善成本 要10萬以下 評比提高原住民還是無法進去 所以本席特別建議 應該訂定改善原住民族部落的狀況 我們現在原來的計畫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過去大概都是5萬以下 這一次我們其他的區域 我們大概先以10萬為標準 先可以把它接通 原鄉這一塊 我們可能可以用其他 更彈性的一個標準 我們必要的時候 真的特別畫一塊出來 預算上畫一塊出來 行政院長毛治國表示 會先請水利署協助自來水公司 在這兩年整理原住民族地區需要 岩管的地點以及數量 再來就是彈性調整 原住民族鄉鎮申請岩管補助的標準 但目前其成還不確定 但中央允諾會成立專案改善計畫 解決族人飲用水的困境 在包猛地區社會 有任何著興地